近日有学者提出,现在家庭常说的二孩能不能养得起,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观念问题,因为同以前相比,现在生活更富裕,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了,反而为什么会养不起两个孩子? 原因在于,现在,很多工薪阶层不是富人家的孩子也当富而代养,这种普通家庭富养孩子的现象,大大增加了父母的养育成本,在无形中也助长了孩子奢侈浪费,好吃懒做的毛病,这般言论一出,人们议论纷纷,采集些有代表意义的网友发言。 这是一个发展很快的社会,如果穷养孩子,当然也能把孩子养大,但是孩子自身素质和其他家庭的孩子比就会弱很多,很容易被社会淘汰,当父母的不能接受这种情况,却热想多了,现在的穷养富养,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意思了,不是所谓给孩子任意挥霍钱财的意思。 现在的穷养孩子,比如孩子从小生长环境和教育,都是最低或者是最基础的,而富养孩子从小学钢琴学画画各种旅游见试念,学英语,出来的层次已然不同,从小交流的对象层次也不同,更别说长大以后,又才能有见识上的区别了。 十几年前,我们小学都穿五元一双的白布鞋,我们班上很多小孩连衣服都买不起,我姐姐成绩优异,可是没有钱交学费,要是按照以前那种养法。 现在我可以升五个,养起来不是问题,现在上学则消费,学区房,各种学校收费,怎么穷养,除非不升并不上学,根本不要想着学期嘛。 高尔夫,海外夏令宁,就单单最基本生存上学都不少钱,游戏里说得好,普通游戏玩家也是游戏设计者,提供给VIP游戏玩家的一种体验,站着说话不腰疼。 现在孩子的教育成本,不是由我们自己穷养,或者富养观念决定的,没有钱就很难读到好学校,接受不到最好的教育,更别说情奇数化兴趣班,课外家教提升班,这些比比都是钱。 我想穷养,可现实逼得我做一个富养者,养得起不等于养得好,养活当然可以,问题是养成什么样的人,目前不想养孩子的原因,是教育之类的成本太高了。 用朋友的话讲,不是缺一个碗筷的事,而是对孩子的教育投入,实在是太高了,现在的社会哪个孩子没有几个兴趣班,总不能让小孩输在起跑线上吧。 不要站在道德的之高点上指责,一个工薪家庭的父母对于自己孩子的期望,是什么样的你也想象不到,富养孩子其实不是远异词,能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,尽可能的给孩子提供好的教育,帮助孩子成长,这才是富养的核心。 昨天跟几个疑惑家中一个孩子的同事聊天,作为工薪阶层,都不敢要二胎,生了谁带,双方家长都年纪大了,夫妻双方都要上班,平均工作到九晚六,到家晚上七点多。 还有各大不能遇见的加班,孩子上小学还能自己去获送小饭桌,幼儿园托儿所怎么办呢? 所以,那些呼吁生二胎的同志别闹了,光想要二胎,不来点干货,谁肯。 那么,您觉得这位专家学者的话对吗?欢迎发表意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